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元朝大德四年 公元1300年 为赵孟府47岁时 为圣义民所书 此卷典雅俊美 用笔圆活 结构端纹 充分展示了赵孟府的书法风格 圆人倪赞称赞此卷 圆活求媚 由楚河南比义 全卷重29.5厘米 横192.6厘米 显藏于天津博物馆 李明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第十九讲 这一讲我们进入了结构的训练 我们前几讲分析了 这个洛神父的几种结构的写法 预计它的要求 那么这一讲我们就进行了 这个结构的训练 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就是重心平稳 那么这是结构训练的 首要的这个要求 那么重心平衡 重心平稳 那么是结构的第一要素 那么也是在进行 各种结构变化的一个前提 所以重心平稳 我们在结构训练当中 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 在结构训练当中的第一架 那么我们看 怎么能够才做到 这种重心平稳 申过听书谱说呢 欲学分布 先求平正 既知平正 物追显觉 那么这是呢 一个过程 那么最后呢 也是还是呢 既能够达到这种 显觉之后 那么最后还要复归 与平正 那么这是一个平稳 它自始至终 那么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一个要求 一个要求 那么一开始的这种平正 是单纯的这种 这种平正 平稳 没有变化的平正 但是到了最后 复归的这个平正 那么是激进 变化之后的 那么这种平稳 那么我们看一看 那么怎么能够做到 重心平稳 我们结合呢 这个洛神父 我们想呢 讲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横平素质的原则 那么不管写 哪一个字 那么首先你要注意呢 就横画的这种 平稳 要注意呢 这个笔画的作用 横画呢 是相对的 是平稳的 那么竖画呢 要相对的 要竖直 能够直而挺 而直而挺 那么能立起来 那么这就是 把握重心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就是横平素质 这么这个原则 那么我们也具体的 来以一些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女 那么这几个笔画 都都是呢 斜式的笔画 那么最关键的这一个横 那么这个横一定要线 要平稳 那么这个字 横画的这个平稳 那么就是这个 整个一个字的重心 做到平稳 那么这也是一个横画 在结构当中的作用 所以横要平 那么我们再看 折 那么不管你这 怎么去写 那么这个横画 保持平稳 那么这个保持平稳 就是整个一个字 它在横向上 它做到这种平衡 然后再有 竖画的这种支撑 这竖画的这种支撑 那么就是这个字呢 它的重心呢 能够立得起 能够做到这种重心平稳 别拉开 那么我们再看这 每一个竖 横 平 竖 直 那么这个字 你看它就非常的 稳健 非常的平稳 那么我们再看 比如在树的这个车 那么横都是平的 这个平呢 并不是呢 所谓讲的绝对的水平 而是指的是平稳 也就是写横的基本要求 它是超超的呢 有写右上趋势 那么这个在写这个横的时候 不管长短 那么它的趋势 从入笔到收笔 它这个势态呢 是平衡的 那么这个叫做平 那么我们要不能够缺解这个平 不能机械的人 去理解这个平 那么这一树 我们看树中间很直 而之中见趋 但是整体是立得起来 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看通过这一树 整个重心地撑起来 非常安稳 那么这是横平素质带来的效果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年 黄出三年 你看这个每一个横跨 既有趋势 有势态 但是呢 又能做到非常的平稳 那么这一树 树直 之中见趋 非常挺健 非常挺拔 那么这个树化和这个横化 就把这个字呢 就撑起来了 而且它的接体呢 非常安详 体态呢 很安稳 那么这样的字形呢 就能给人以美感 那么这时候呢 横平素质的原则 那么我们再讲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重心线 和中心线呢 我们再具体运用它的把握 重心线 我们说一个物体 它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那么在这 它都有一个重心 那么从物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呢 它每一个物体都有它的重心 它受重力作用 那么在这个空间立体当中呢 它都有一个重心 那么我们这个每个字形呢 在进行这种事态的分析的时候呢 它其实每个字呢 都有每个字的重心 像一个物体一样 那具有一个重心 那么这个重心呢 往往和它的这个中心 还有一个中心线 重心线是什么 意思呢 就在重心的这条 直立的这个方向上 我们说呢 它一个字呢 有很多的部件组合 那么每个部件可能呢 从单独分开呢 它也都有它的这个重力方向 那么组合起来 它的重心是一条线 那么这时候 它的重心就很平稳 很平稳 那么这个重心线和中心线 文化有时候是重合的 有时候把握中心 就把握它的重心 我们看我们举一组例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这一组 那么这个盐 那么这个一点一横 然后两小短横一个口 那么这个字的重心 我们看它的中心线要保好 那么点了起点这个位置 往往就在重心的这条线上 那么在这个两横 在书写的时候 都在这个重心线的这个两侧 这个长短两侧对应平衡 然后口 口子也在这个重心线 那么移到这个重心线进行摆布 也是这中心线进行摆布 那么赵孟芙的口子呢 微微地往右倾一点 是它结构的特点 就是在中心的把握的同时 在下端的往往呢 它的这个位置呢 略微呢 朝右去那么一点点 那这是赵孟芙呢 这个它的处理的一种方式 结构方式 重心方式 那么它的重心更加稳定 这是从视觉上 这种感觉来触发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盐 通过这么一种书写 它的中心和重心线 往往呢 是一种重叠的关系 那么东 东也是 东是中间这些竖沟 那么这个竖沟就在重心线上 也在这个中心内置上 那么再一看 都是上面这些笔划 都在这中心 那么撇纳 一撇短 一撇纳 那么这个它的重心 也是稍稍靠用 那么这也显示出 赵孟芙 它的结构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种特征呢 其实啊 也是从呢 王羡之 王献之 从魏晋的笔法当中 是继承过来的 继承过来 那么这个竖画 在重心线上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鱼 那么这个鱼 这一竖沟 那么很多在写这个时候 这种字形呢 是非常简单 但是简单 又非常难以把握 这三笔 能使这个字 重心稳定下来 那么难度是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怎么把握它 就是在中间这一竖 就在这个中心线上 有时候在赵孟芙的字当中 经常会出现连带摆动 那么这摆动的位置 尤其重要 稍微有倾斜 那么可能这个重心 就不平稳了 那么这个铺上面 笔画连带 不管怎么连 那么注意 横画的这个 横平素质 横一定是平稳的 那么平稳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再注意重心 那么这一处 哪怕它是斜的 那么是斜的 那么它在这个重心线上 那么这个竖钩的起点 和这个钩的这个 这个钩脚这个地方支撑点 往往是一条直线 那么这个条直线 正好在这个字的中心 那么这就是 使这个字的重心平稳了 那么这条线 你如果把握不好 那么很容易 把这个字写歪 那么写得不稳 那么这是 我们需要在 练习当中的 要经常体验的 要体会到 要能够找到的 这些对应点 对应点 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脆 脆这个字 那么这个结构呢 是左右上下 部件 很复杂 而且这个 下面有这么一竖 这个竖的作用呢 就尤其 重要 就是这一竖 它要支撑起 整个这个 上面这些部件 那么竖画这个位置 那就要找准 你也找不准 可能这个字就立不起来了 就会倾斜 就会有一种 不安稳的这种态势 那么这一竖画呢 我们看 它也是在 中心线 和中心线的 充合位置 那么这一竖 写起来 把整个字呢 支撑起来 那么这一组字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我们需要呢 要找准呢 这的中心 和中心的它这个 这条线 充电线 那么对于我们 来控制一些 复杂字形 比较难以把握的字形 它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么是第二点 我们讲第三点 就是左右平衡 有些字它没有竖画 对不对 没有支撑的 这些笔画 像竖画的这样 支撑的笔画 那怎么办呢 那么它要靠 左右的平衡 比如说有撇纳 那么这个人 人这个字 它没有 我们举这个 人这个例 左右 那么一撇一纳 那么怎么把这个人 立起来 那么就靠左右的平衡 左右这种平衡 不光光是笔画的 长短的这种对应 还是一种力量的对应 还是一种角度的对应 那么在这不同角度上 在重心这个方向上 它的力度的产现 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 这个人一撇一纳 可能是一撇是短 纳是长 一短一长 但是它的重心是稳定的 那么这靠什么呢 这就靠左右这种关系 平衡关系 很多的时候呢 它是通过这种平衡关系 来使重心稳定下来 那么我们也举一些例子来看一下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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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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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保持单置重心的这种重心平衡的 尤其在横向竖向的这些笔画当中 要做到横平竖枝 那么之外 那么就是左右这两个部分 在组合的时候它要平衡 不能左右就是单个它是重心稳的 它们放在一块 如果没有做到左右这两部分的这种平衡 那么也会导致这个整体重心的不够平衡 那么尤其你看下面这个键 这个字 那么这有一个部分呢 比较少 那么这个部分的笔画比较复杂 而且还是斜实的 那么这个字的这种 关系呢 在左右之间 那么它所属的位置 左右就形成了一种平衡之势 通过互相的倚靠 既有姿态 就是它的非常的平衡 那么这种平衡就是左右之间的搭配 力量的这种均衡 通过力量的这种互相支撑对抗 那么使这个 整个这个字的重心平衡 那么这是第三点 我们再看 第四个方面 那么就是上下 那么中心对齐 那么找好这种 部件与部件之间的重心重合 那么一个字的 就是上下在堆积的时候 我们在堆积排列的时候 那么要就像摆积木一样 那么我们把它摆得 之间的往上升高 重心升高 那么还能够摆得放得住 那么就要找好这个重心的 这个点 重心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 往往要是要注意它的 中心对齐 一些重心线的这种重合 重合 那么这个 一个解体 才能达到稳定 再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个G 上面两点 中间 这一树 这一横 然后这两点 那么我们看这个字 那这个是在上下排列 上面开始 中间的是 核式 上面是打开中间 聚拢 那必须聚拢 聚拢它是重心才能稳定 那么我们看这个 在排列上 它这个中心线 就是它的重心线 那么这时候 在这个中心线上 那么这个左右 你看排列 我们再写这个日 在这个中心线 那么这个 一横两树 那么也是在这个排列 那么这个树 在重心的线 那么横 横是让它平衡 那么左右 两点相对 那么都在这个重心上 这个重心的两侧 进行变化 那么这个字 尽管很复杂 但是它的重心 非常的稳定 而且每个字 还可以在这个重心上 去做出变化 做出姿态上的变化 那么你看 这些笔画的流动 那么都是在重心平稳的 这一树的 能够立住 这一横一树立住的基础上 它能够随意地去进行 这种释放和变化 那么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举 复杂一点的 零 我们看这个零 这个字 这个字 它是比较复杂 里面很多的笔画 那么这个在摆布的时候 它的重心 就是要注意 它这个中心线 我们写这个 鱼字头的时候 沿着这个 这个竖画的重心线 那么找准这个重心线 在这两侧 进行摆布 那么这时候 不管多少笔画 它的这个重心 是重合的 部件和部件之间 重合的 那么竖段 你看竖和竖之间 是对应的 那么这时候 这个字它的重心 就比较稳定 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 在这个结构训练当中 我们讲了这个重心的平稳 重心平稳的 这个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希望大家能够对应了 洛神父字当中的 切当中的具体的立志 能够灵活地去运用它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进行结构 训练的第一个要求 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好 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